好 那讲到这个柯文哲 当然这个 昨天在赖金德的场子当中 这个陈时中又跑出来了 我今天没有打算花太多时间 这个来讨论他啦 因为讨论他流浪都很差 但是我们还是放出来 因为网友就是炸翻了 他在台上就讲了一大堆 帮他自己呼天抢地的喊冤 造谣出一张嘴 辟谣向我走断腿 然后网友真的炸翻了 大家去看PTT 真的是全部都在炸他 你敢拿疫苗出来讲 嫌票太多 你防疫今天就是你整天收割 第一线的辛劳等等 这是在赖金德的场子上 两个人牵起手来 好 导师我们要请委员 花点时间讨论白的部分 那柯文哲列举了 自己台北市长的政绩 但是他笑称自己是白目力量 白目力量 因为从外面进来 搞不清楚状况 确实常常大家看到 他的白目没有错 然后大家我要唤起一下 大家的记忆 柯文哲这个人 当然这个给大家最大的印象 就是他常常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机会主义者 那在11月15号 他为了举办事大狱 他过去他也讲过 良安一家亲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 他也当时媒体问他 你最讨厌国民党 为什么要跟国民党合作 他说因为我更痛恨民进党 对不对 然后他也说过 再次告诉大家 我内心的本质 我还是深绿的 所以今天晚上 当然了 这个柯文哲 目前的这个柯粉 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 左右的力量 所以这个侯友宜 在最新的谈话当中 还是会呼唤白色 蓝白政党没有合 蓝白人民用选票来合 政党没有合 人民可以自己做主 那白色力量不要再被少数 幕僚带错路 少数幕僚带错路 大家就想到 在那个饭店里面的那一幕 对不对 黄珊珊一直在耳语 等等之类的 选票不要浪费白头 然后他呼唤的是什么 白色力量同伴们 白色力量把它当成同伴 坚持着共同的初衷 实现台湾第四次的政党轮替 委员 其实当时在蓝白河的时候 蓝也好 白的政党的内部 都各有主战派跟组合派 对啊 白的事实上也是争论的蛮激烈的 主战派在白的里面是黄珊珊 在蓝的里面是金普冲 所以我们跟他讲说 黄金组合恰恰好 那幸好就是说蓝白不合 没有延伸到小鸡身上去 所以所有的不管国民党民众党立委 都对对方保持高度的善意 所以今天我们才刚才讨论立委的盘 如果立委蓝白分裂的话 那状况会更惨 民进党就会得力 今天赖清德为什么 这个背着蔡英文的执政那么糟糕 再背着自己的台独金孙 还有办法跟这个 胡友宇 柯文哲进行PK 原因就是在野党分成两股力量 然后民进党设法要平衡两倍的力量 所谓的这个胡友宇不断的 这样的一个号召 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会发挥一定的效力 那对于这个白色力量里面的主战派 他们当时拿出来的资料 是说服柯文哲说 你自己选也会赢 可是结果似乎比他想象中 艰困一百倍 所以柯文哲我想他内心里面 一定很后悔 相信他的重要幕僚人员 那对于这个胡友宇一定有相同的感触 当时要是双方各让一步的话 今天也不用那么吃力 那不管如何还是提出善意 蓝白共治 联合政府 那这个差距应该是在1 2%的选票是有啦 但是对于现在选情这种第一名跟第三名差距 这个100万票 表示第二名就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现在选择 所以胡友宇有机会去挑战赖清德的 也要靠这1%2%的选票 不管是来自于锅粉 来自于韩粉 或者来自于要政党轮替的人 因为柯文哲当时喊的是下架蓝绿两党 对啊 然后国民党是要政党轮替 因为怎么讲呢 因为国民党现在是在野党啊 没有什么下架国民党的 他单纯把他扯上 逻辑上说不通嘛 你不下架民进党 那你说未来不让国民党执政 你要自己执政 可是问题就是 国民党不能执政 你自己一个人执政的几率 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啦 就是 这是一个互相拉扯必然的一个结果 那那个 反正最后一天 就是民生要明天投票了 所有能够用尽的力量 也都崩到最最顶端了 那最顶端了 就像说我们100公里的赛跑 反正充斥到最后 哎呀 就是12秒 没有办法到11秒5 对啊 那种感觉都会出来 对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 陈水扁上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 那几乎要暴动的那个情绪 有没有 哭啊 到这个党部啊等等 那这一次呢 不管是我们看到科粉 还有侯友余阵营 大家都抛下了个人 心里面也许咯咯哒 为什么 想的都是一个政党轮替 万一就差那么一点点呢 你觉得台湾气氛会变成怎样 国民党气氛会非常的糟 所以国民党最后关头 要努力冲这个一两趴 因为一趴多少 15万票嘛 两趴30万票嘛 三趴45万票 来回就是差不多20万票而已嘛 所以20万票看起来好像很多啊 但是事实上一个票箱啊 也不够差10张而已啊 所以这个我也知道国民党已经尽力了啦 已经做得最好 这个也不能太强求 朱立伦啊我这一次是给他很高的肯定啦 比如说国民党为什么能大团结啊 他其实不是政党意思 是靠朱立伦的人脉架构起来 我很客观的讲 就说国民党党主席就是个天生要去面对很多复杂人脉的人 那因为朱立伦在国民党里面干过县市首长 然后他一路以来都跟各卦人马相处的 应该怎么讲 在好几个党主席里面算是比较混得好的 应该这么解释 所以你看可以把周典论啊 张龙卫啦 这些陆陆续缩服回来 这个其他人不容易做到 你要了解这个那种精细的人脉 再不用讲啊 如果今天傅昆吉不是他兄弟的话 傅昆吉跟侯友宇那个 跟金卜松的那种 恩怨 已经没有恩好不好 对啊但有时候一刀两刃啦 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受伤 他的中间就是因为有一个朱立伦 所以才有转环的空间 我判断换上其他人都不成 因为这种交情不是一天两天嘛 交情一二十年的 就比较容易化解 如果交情差一两年呢 那大概就 就很难搞 什么是政治其实委员最懂 这才是真正的政治 这一次给人家感觉 而且你朱立伦就照出奥康什么交情啊 换上别人就照他高一点就觉得 怎么到最后关头在找我啊 他也看不起我了 可是朱立伦跟找他不会啊 对不对 不过那个部分好像跟朱立伦 比较没有关系 有关系 对 有关系 对 有关系 好 这样的选举是什么选举呢 大家说是这个台湾最胶着的一次选举 最危险的一次选举 那也被认为是最国际化的一次选举 因为现在这个是全球的头条新闻 全球重大的官选团 现在目前都在我们台湾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 视频道đ